放炮壮胆 台军扬言进行四天无限高导弹试射 70岁大炮被拖出 40门牵引式火炮一字排开 系列演习叫狠响 但却被笑称是在拍戏与放礼炮 虚张声势的老套招数 民进党当局为何还是玩不腻 民进党之所以以破坏两岸关系为自己的政治资本 那实际上倚仗就是以外谋独和以物谋独这两条路线 那民党当局所谓的以外谋独就是希望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希望尽可能把美西方等预外势力卷入到台海博弈之中 台独势力以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自己卖身投刻的本钱 希望借助美西方势力来孤立中国大陆 从而以拖待变为自己搞台独争取空间 那么以物谋独 民党当局则是希望把两岸关系军事化 那么民党当局就可以炒作这个话题 既然把台湾地区的政治体制安保化 从而就可以获得管制台湾地区方方面面的大权 甚至进一步朝向重建所谓的安全戒严体制发展 那么就可以实现绿色独裁的常态化 另一方面它对外又积极谋求 可以说去投靠美日等域外势力 希望搞所谓的美日台安保一体化 那么做美国反华势力和日本右翼势力 进行反共的这么一个战略基地 那么民党当局确实就是在玩火 它不断地破坏两岸关系 一方面就是要为了配合 越外反华势力的反华战略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在岛内的权力扩张 但是这些计党并不会真正的得逞 因为中华民族完全具备粉碎一切分裂 和外来干预的决心意志和力量 对此我们均有绝对的信心 对此我们均有绝对的信心